呃待會我們就直接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待會我們會請我們兩位那個 其實有人是偽高中生 今天給我穿高中制服來 他其實已經唸大衣了 然後待會兩位這個台中女眾惡爆的同學呢 他會來談一下說 包含說這一場的運動還有一些他們對於這個學校的一些 在這一次這個尤其這個服役規定上面的一些看法跟觀點 那他們談完之後呢 會有這個我們台少盟的秘書長葉大華 那大華他其實同時也是我們知道說 剛剛有那個綠黨社民黨的這個聯盟 他是綠黨社民黨聯盟今年的這個不分區的立委的候選人 那因為大部分現在沒有投票權 沒有關係但是我們需要去關心你們的政策好不好 那包含這個投票權也很重要 你們為什麼沒有投票 你們應該18歲可以投票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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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沒有了 所以說這個也很重要 那比如說台少盟也長期關心 青少年的這些參政公民權利啊 那還有各式各樣 包含尤其校園的民主 學生權利這些他們也有關心 那他會來做一些比較更深度的一些分析 那我們事先請是哪一位要先 先再來又請 開始 好你要報操的話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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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我要從我們就是兩個中女學生在學校的公共參與 談校園民主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那些年我們都是綠綠又支持的小二女 好我們今天談些什麼呢 首先我們先把二報的情緣跟發展講一次 然後接下來談今年三月的時候其實 就是女中發生了一個午餐事件 但是因為沒有上媒體 所以大家應該都不太知道 小心啊 好就是那個 午餐事件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今年剛發生的廣洞事件 然後出來我們會統整校園民族的問題 好首先我們來談二報 二報是什麼呢 二報是台中女中裡面的一個校園媒體 好為什麼我們會想要開始做校園媒體 這件事要從2012年開始說起 在2012年的時候 知道大家自己記得那時候發生一件事情 那時候反媒體壟斷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反媒體壟斷可以延伸到我們高公民特學的媒體視覺 所以那時候我們學校的公民老師 想要邀請陳維廷在我們學校來演講 要公開的演講 但是那個時候因為陳維廷的身份過於敏感 所以呢學校就有一點施壓 然後就沒有辦法公開的舉辦講座 然後只能以就是在班上分享的形式請他來 這些應該高野學妹都不太知道 對然後那個時候就有學生覺得很不合理啊 就怎麼可以因為學校的施壓 然後讓我們想聘的議題沒有辦法請來學校呢 所以我們就有同屆就有人發起聯儲 然後在他們把聯儲的書全部都收好 拿到那個校長資訊給校長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校長就不說是誰了 然後就拿到教育資訊啊 然後結果呢校長看都不看生氣了 他就說你們不要把學校規面那時候搬起來用 然後看都不看就這樣子 就還罵學生然後罵完之後就這件事就沒有下圍 這件事就是對我們造成很大的創傷 對然後呢就這樣所以一群人決定 我們只好聚集起來做點什麼 所以呢我們就那時候成了題來 然後他在我們學校分享之後 放學我們聚集一起開會 然後我們就把這件事情告訴我們一起 然後我們就討論要怎麼辦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學校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 然後他也沒有媒體會報導 所以就是只有我們一群人知道的概念 所以那時候陳薇品就說了一句 那你們就自己辦一個媒體啊 於是呢就有一個媒體產生了 那個時候叫清醒 就是取清醒就是vacub的那種意象 然後就是想要把那個校內或是校外的議題 都提供給校內的大家 對然後後來有在網路上運作過一段時間 但是後來因為成員各自有所發展 所以就漸漸的活動就比較少 好然後就在過了一年之後呢 有一天我的同學問我說 欸你來幫我一起寫報紙啊 然後我就想了一個週末 然後那個時候 九月多剛好遇到了我們學校 要又更成一次的介言詩 對就是我們學校規定的一些很很神奇的規定 像是紅線區不可以不可以放東西 不可以逗留之類的這種 又上過新聞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覺得超級氣 所以就那個時候我就寫開始寫報紙 然後這就是惡報就一開始的運作 然後我們就啊為什麼要寫惡報呢 就是因為進來台東集中之後就是生活已經擴大 然後看見了以前 看見了以前並不覺得怎麼樣的事情 像是被管教或者是社會上的議題 以前都不覺得怎麼樣 但是上了高中之後突然發現 這些事情好像應該要思考 就是好像真的跟我們或是跟其他人有關係 為什麼我們以前都不曾想過呢 嗯就是在學校每天都是讀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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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覺得每天怎麼都做得這麼無聊 學校是不是少了一點什麼 為什麼我們沒有一個討論公共議題的空間 為什麼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卻不被我們大家所知道呢 那我們就來說點話吧 於是呢我們就開始把學校裡面發生的事情 或者是社會上大家平常不會去關注的議題 寫到惡報裡面 我們會用比較輕鬆會寫的語氣 就是把一些看起來很難的東西把它寫得很簡單 或是很好笑 讓大家在讀書的時候可以當作消遣當作娛樂看一看 同時也可以在發酵的同時也思考 那為什麼這些事情會發生 這些事情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這就是惡報一開始起源 然後呢接下來談談午餐事件吧 就是今年三月 以前要從今年三月的校會議可以說起 那個時候校長在 那時候會議要表決三個校會的草案 然後因為校長覺得三個會議 三個法案有連動性 所以他就決定三個包裹在一起表決 然後在三個都表決過的時候呢 就是學生跑來發現 欸怎麼是三個一起表決 為什麼我們還來不及表達我們的反對意見 然後就表決過 所以呢就會議上就又再重新討論了一次 然後好像又再表決了一次 可是後來就是也是就這樣通過 然後裡面有一個引起學生討論的法案是 在教室外面吃飯就急愛笑一次 那就是為什麼呢 我們都覺得很奇怪啊 然後就是以前都不會被記的 而且這件事情看起來一點我學性都沒有 為什麼要被記愛笑呢 學校的理由是說 因為有些人會亂放慘談或是處女 造成那個環境的亂亂跟觀感不佳 所以就制定了這樣的規定 但是我們女中學生都知道就是平常 社團中午開會啊 或者是去找老師問問題 就是中午要吃飯就很趕時間 還要在教室吃完才可以出去 這就是很輕 就是很完全是不可能的任務啊 所以就 總之就覺得很不合理 然後我們就決定來玩玩看裡面到底什麼問題 好那 我們就發現其實這裡面至少違反了三種原則 這是我們在公民坤斗學道的東西 行政原則 我還特地去查 這是國教室這段的規定 然後他首先 他會議上面違反了這檔程序原則 他應該要一個一個表決的 然後也不可以就是 表決了一次考慮又再表決 但是整個程序都很錯亂 就是一個沒有章法的概念 然後接下來他呢 那規定裡面就是用了很多禁字啊 隨意啊 還有 有 有 擅自 反正就是一些很 很儲觀的字眼 然後就是讓人覺得無所事從 然後可能在執法或者是 覺得那個 蹲筒上面都會有一些 疑慮 對 然後他就是 沒有受清楚 然後接下來是比慮人準 才是最奇怪的地方 就是 因為一些少數的人 他會亂放餐盤 所以我們所有的人 都不可以在教室外面吃午餐 這違反的就是法條 他應該要有適當性跟那個 必要性 就是 不然這樣可以問一下 然後 就是我們發現有這些問題 那行政人員懂嗎 他們好像不太在意 然後 所以呢 那 可是學校又不想要 學校又不想要意識到 他們其實有這些問題 那我們就到操場吃午餐吧 我們就 就 早了一天中午 我們到操場上一起吃午餐 然後辦學獎 告訴大家 學校這些地方做錯了 他們應該要改進 但他們並沒有 然後希望讓學校看到我們 是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在管理這件事情的 所以呢 那天中午就是 去吃午餐 然後 吃完就是 當然啦 呃 就是被約談了 對 然後呢 我們就 就是討論開會 對對對 那個 我們來討論一下 要怎麼辦 然後 我走進去 就是我那時候跟活動的同學一起進去 我們就拿訴求書給主任 結果主任就 看到我們第一句話就說 哦 你們小孩子抒發心情嗎 哇 抒發心情 就是 台中的女子 第一志願 他們的教育人員 在 就面對學生意見的時候 他們說 小孩子在抒發心情嗎 完全就是 蔑視了我們 有思考的能力 而且 他們應該要反思 自己到底做錯什麼 讓我們需要這樣抒發心情 對 然後我們就討論了兩個小時 然後我小朋友上課 我就去跟他們討論 然後開會結果呢 我們 他們就承諾說 他們會讓白點會發問卷 調查明義 然後 開會在之後 就是開校會議之前 一定會先 有足夠的時間 讓學生知道 今天開會要討論什麼 讓學生代表可以跟學生討論之後 再來進行表決 但是呢 那在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這些事情 化成灰燼 那天會有學生跟我說 教官交流不要發那麼久 然後 這一切就是 隨著 因為我要考止考 然後就 漸漸的就是 也不知道 要不要升級活動的 強度 所以後來就不了了之 然後後來就是 我有聽說 就是 學校 不但沒有受到我們的 那個 作發心情的那個影響 而且他們還在隔了幾天之後 他們就到班上去 就是在午休時間打裝了之後 他們說 不可以再吃午餐喔 35分過後 就是 不可以再吃午餐 然後他們就進去教室裡面 就已經開始午休了 教官跟主任進去教室裡面 看哪一個同學還在吃午餐 然後就有一個學妹呢 他就那時候 這晚還會很趕回來 所以他就在那個時候吃午餐 結果他們就進去 就問說 為什麼你還在吃午餐 在午休的時候 就是 在教室裡面就直接問他 為什麼你還在吃午餐呢 然後就是 不顧其他同學的那個 在午休的權利 而且 學妹也是有苦衷啊 他也要開會啊 就是他沒時間吃午餐 難道 是他的錯嗎 對 就是他們還是繼續這樣做 然後在 上個學期的學期末 校務會有討論有結果 但是 也是沒有達到 就是 許少頓規定 對 所以 這件事也 也讓我開始思考說 校園民族到底哪些地方有問題 好 接下來我們 關 保護世界 嗨 我這邊是活動版剪輯 就是我要來養保護世界 就是 嗯 就是我們為什麼會把一個人的行動 就是 你好好的事情不做 你這種報名 你不考學測嗎 你幹嘛在學校會有這種活動 就是其實 在我們第一次升級的時候 就是 教官突然一介 就是說 欸你同學誰 誰介沒有 所以我們之前的升級 是沒有這相關的 就是 其實班上同一系很像 教官去抓你馬屁 可是 就是 我們正學期的第一次成員就是 我們就是不太可以抓 就是這其實蠻扯 然後甚至各班團體 本人會留下來登記 對 然後我們就去問囉 嗯 教官就是 你相當不可以再講清楚一點嗎 或者是 我們要用什麼方法 讓我們可以再當天團體 他說 喔 那你就 來申請 然後我們反而是說 那 他說可以申請 那我們就去 他就說 如果別班不同的話怎麼辦 我們反而是說 然後我們知道各班一定會說 你同不同要讓 302再當天穿T 對 就是這種方法 然後班人就會說 啊你們要不要一定會 一般說不會穿T 然後那學校之後是說 學校之後是說 我們沒有程序 所以 你們跟我講 我們給你穿 可是 你不要去跟其他 不知道人說 所以就是 牛角可以穿 你懂啊 沒有那個意思就是 牛角可以給你 可是你不要跟別人穿 他其實可以這樣 對 然後 學校實在有一個 教育者的角度 他可以 用他這種作為 去教導學生說 這種不公正 不公開的事情嗎 或者是他身為一個教育者 他為什麼 可以用這種方法來教育學生 所以我就說 你不讓我們做這種事情 讓我們就直接換進活動 這太令人憤怒了吧 然後 嘿 對 對 就是我們在9月24號當天 就是開始發我們的 專選 因為我們不是午餐那麼 容易 也不是容易 就是我們活動更 成績更高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 聽聽說 我們要幹嘛 我們要喊口號 我們口號是什麼 然後我們當天的 作為用我們的暗號什麼的 還有結論書 結論書 然後就是 所以學校是 提早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 然後閉約談了 我 就是 就是我們第一次 我們有兩次的約談時間 第一次的約談的時候 其實他主要是說 同學 就是我們學校有在做事情 我們不要這麼衝 我們是第一次認學生 我們要和平理性 我們應該都知道 我們可以這麼暴力 我們不可以讓學校難做事啊 然後 他就說 學校有在做事情 你看這是我們的張誠 我們的靈魂敦人 然後我們 真的有在做事 然後我們 有想要 表達我們的誠意 那你們會取消 就是他施壓 我一樣 跟他也是說 你們取消 可是 我們都知道其實 你發起一個運動之後 就有人參與了 你不能用你的個人意思去說 我學校我壓力 我壓力好大 我沒有辦法吃飯 我瘦了好多 我不要去 我為了這件事情 我在兩個禮拜內 瘦了四公斤 然後 然後學校說我想紅 然後 就是 所以這樣就是說他有在做節目曲唱 然後我們當天下午 就是我們那天講兩節課 然後當天下午 我們就直接照片討論會 然後其實 在場的人就說 我們應該要繼續進行這個活動 因為 之前午餐是已經被抹掉了 所以其實我們跟校花已經進行一個 裂縫在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修復沒關係 然後 所以我們繼續進行這個活動 然後 然後 9月30號 就是因為 中秋節連假 然後又是那天台風天 所以其實 他們本來是說 9月30號 做第一次的補儀會 這個 這等一下會講 就是補儀會 然後 但是因為 補儀價是延期嘛 他們說 所以他們在10月1號當天 就是中午補儀會 就是沒有做任何事情 就是說 所以我們全部都下次投票 下次表決囉 就是 他們自己開一次服務 我們甚至可以白痴 他只是為了讓 同學覺得他們也在做事了 你去開那個服務 那那個運動就沒有做任何事情 就是 摸頭吧 然後 他們當天 下午 就是放學的時候 他又約談了我跟發起人 他就說 另外一個發起人 他就說 同學就是你知道校長是新來的 你應該要給新校長一個機會 可是 我們給歷任校長10年了 他 有給過我們機會嗎 就是 你 10年來 你修什麼法 你要修10年 我們是一個短褲 我可以說 這你們可能覺得今天總是很短 但我可以跟你說 我的制服全是改的 比我的短褲還多 然後我不能穿短褲建築校長 但是我平常是穿吊嘎的上課 然後什麼是吊嘎 就是背心 就是他不能有建築校長 然後他們說 正式電台公司 可以穿吊嘎 這是非常不合理的 所以我們 當天還是發起我們的活動 但是 媒體 很多方面 就是我們沒有主動去找媒體 所以媒體 自己解讀他們解讀 然後 然後我們就變得花了很多時間 在做前進稿的部分 然後 我們 我們在 就是在 因為本來學校在活動當天 活動當天 他們是我們喊口號 然後學生要求 學校馬上公開禮台 可是學校 就是校長指使教官 用頒獎來蓋過的聲音 就是他直接說 我們要抽獎 我們要蓋過聲音 就是 那很扯 然後就是 他們其實沒有誠意 要公開禮台 然後他們甚至在最後 沒有辦法 控制我們這些學生 他直接散會 所以他沒有那個誠意 可是 下午就是 因為我們很多同學 將記得影片上傳 然後 他前往媒體去找 他一直找 雖然是錯的 反正就是 學校看到媒體做 然後學校又一直被媒體訪問 所以他們就是決定 他們好像要做什麼了 來回應學生 然後他們就在禮拜 10月2號 就是 10月5號的時候 發通知到各班說 禮拜三 就是 各班都要申請 可是 我們 我們旅中是 禮拜三是高一高二 跳成功操 然後禮拜五才是全校申請 所以他那天是發了兩張 通知到各班說 我們要申請嗎 我就是 要高三 禮拜三申請 本來就已經很誇張的是 就是 我要考試 你在搞什麼 可是 我們就馬上發起了 另外一方就是 我們禮拜三要申請 馬上就來申請 我們來穿轉 附近來 然後穿特域不申請 三高三下 幫我們幫你活動 不行 這太爆了 就馬上又發言 他們就說 我們公布消息錯誤 你們不要來申請了 就是 然後他說公布消息錯誤 害 連老師都說到 沒有說 我們禮拜三高三要申請 就不要 不要幹嘛 對 結果他說公布消息錯誤 好 那就算了 然後他升級的時候 照樣跟高一高說 學校有在做的事 我們和平理性 同學不要這樣 然後 中午的座談會 座談會 座談會上 我們的發言方式 跟在一中的教育部分 有一樣 你懂我的意思 就是每人一次發言機會 然後我們是各年級只有兩個 各年級三個 然後一次三分鐘 就是其實 其實對這種話 最多話要講的通常是高三 因為我們待太久 我們甚至高一一起問卷 高二一起問卷 高二一起問卷 高三其實最懂 所以他用這個方式去限制發言 然後在同學全部發言完之後 他也不回答 然後他則從說 學校我在做事喔 對 我們是綠原大家庭 對 我們是綠原大家庭 對 我們是綠原大家庭 綠原大家庭 那個教育跟學習的場所 搞得烏煙瘴氣 good 他就是直接說 你們再這樣搞的話 我們就 我們沒有辦法討論 沒有辦法討論 就是那可能就不會過囉 那邊不是我錯 你們自己要再亂 所以就是其實這個方式 引起很多 少年人反而就說 就是你們再亂去 要才會過 可是我們如果沒有亂的話 學校也不會過啊 對 就是 然後 然後 喔喔喔喔 這是雙食 雙食 喔喔我們可以先來講 今天的所謂 很有問題的東西 就是他說 他給家長的回調是 有體育課時穿體育長褲可以嗎 所以有體育課時 我還是不同意穿長褲跟沒件 就是家長就散來 然後沒有件 然後同學是今天發的這個 就是他有散開來 我們今天這麼講 就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過調查 或什麼 我說這個問卷出來 他教授應該會哭 就是他可不可以在一個問題裡面 包裹兩個東西 就是一個非常沒有用的問卷 就是 你有體育課 你才可以穿體育股 體育股進出 而且你體育褲 要長腰短 就是你可以呢 你可能會因為 喔 短褲進效能 我都贊成 就變成我們只有有體育課 就要穿體育股 然後第二點更蠢 就是我們 發現他有在推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我們 我們可以自由選我們的鞋子 跟襪子的顏色 就是目前主張是開放皮鞋跟運動鞋 跟黑白襪 就是隨便你怎麼配吧 然後但是 因為傳說 我們現任校長 非常喜歡我們的整套制服配皮鞋 然後他就說 啊你們如果要穿運動服配彩色鞋襪的話 那你們要穿制服 就只能配皮鞋喔 可是這非常的不合理 對 然後下面之前就是讓人非常的感到懷 就是他們有一個就是 因為二三點子我覺得還好 就是第一點就是 我們要穿第一個 比較適合上去看的長褲 那設計了之後呢 我們會不會被短褲 所以他現在讓我們通過我們的短褲好了 那他以後就說 啊你們如果夏天有兩個長褲啊 你幫我穿短褲 就背掉短褲 因為他下面沒有 他下面這裡是說 你們學生高二高三可以自由選 然後高一就自由選購 然後高一就是 反正就是學校安排訂購 那你就可以知道他們天然是上面做手腳 甚至在班尼會詢問說 啊我們開放長褲的時候 啊短褲咧 他們沒有任何的正面回應 對 然後在雙四連假的時候 就學姐也發起短褲回家的 就是我們優雅的長褲 很長的短褲 對 教訓的民主問題 就是從這 就是短褲跟五三的事情 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班尼會在會前 也沒有辦法取得主動的資訊 就有什麼問題 就是他沒有辦法跟各班講 所以各班班在 就不會跟同學講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指使同誠明 這樣 班尼會知道 然後讓他們去開會之後講 這是這樣的問題 就是我們根本就知道會要開什麼 所以就變成 學校要什麼投開之後 他們就給你投出來 就是學生根本不在 來不去林昌老師的票 什麼之類的 然後 在會中的人數代表就是 就是本次的校 福一會是3比9 就是學生3 老師那邊是9 可是 雖然看起來好像還好 可是 9票跟3票還是會輸 就是 對 然後甚至校會會議是 3票的學生代表 比100多票的老師 就是 3比100多 就是 沒有辦法贏的東西 就是一個點在 沒有辦法用票數影響決定 然後再來是 擁有投票權的人 其實並不懂 我們為什麼要有這些權利 就是他們不會懂 什麼叫不利原則 他們不會懂什麼叫明確 什麼叫政黨 真的是 我們其實在這次的口號 有一個是蠻有真意 就是男女平權 保護無罪 所以他就說 你們幹嘛講到男女平權 或是 政治不正確 因為好像可以講性別平權 所以我們平常在生前的時候 學校就會說 你們要優雅 要端莊 我們跟一種類朋友 因為我們都是第一次任 你們生起的時候 老師會說你們要優雅 你們要端莊嗎 沒有 對 然後還有 前家長會長在媒體上坐 然後他說 你們為什麼可以穿上短褲 因為學生這樣很文型 會被騷擾啊 就是 就是 我國的短裙比我的褲女還要短 然後我們三四六同學 是穿著裙子 在等工作的時候 會偷拍裙子 你覺得裙子 真的比短褲安全嗎 對 這是一個非常調理的事情 然後學校不會公開 會議相關資訊 就他們之前 就算承諾不會公開 他們也沒有公開過 他們也沒有公開過 然後在之後就是 班農會今年去問他們說 那我可以公開嗎 他們就說 好吧讓你們公開 就是一個 小失省的動作 然後學生 應該是學校的主體吧 可是學生在 學生在 就是辦活動 然後你辦活動 或你想要自己學學 可是你可能 又要顧慮你們之後 這個團體想要去 跟學校洽談 所以你們沒有辦法 把事情做絕 就是你們要擁有 你們可以談判的空間 不可以讓你們之後 都沒救 可是這樣就會變成 盧文就是 你們處處受限 然後真的是 需要一直承辦 就是說像學校說 欸 製作國有說 這件事情沒什麼 所以班農會一直 會有這方面的壓力 就是沒有辦法做事情 然後當校方 最近不合理規範的時候 校方應該由誰來解釋 其實我們的校官沒有說 短複不能進出校 或者是體育股 不能再沒有體育做船 就是校官沒有這樣行 可是學校沒有規定我們 然後我們的規定也是 我們被登記 我們會後 班上的秩序成績 然後宇宙甚至 你秩序成績 好像是三個禮拜 電禮的話 有班要舉辦愛上服務 就是一個連做法 就是 像我是因為 短複的事情 我被介了三次 然後我們的班農就來 跟我說 就是 他是支持我多練習 我看他說 這樣會影響班上的成績 因為畢竟 你如果連續拿到很多優勢的話 你是可以有 小工那種東西的 就是他說 你會影響成績率 要過去班上 就是之後是後面的疑慮 然後管理你是不是教育 就是 學校很喜歡說 我們是一個教育場 我們基於學生犯錯的機會 可是 你今天用你們的 上位者的身分來說這種話 然後說 我們 我們要管理你們 你們才會乖巧 我們是在教育 可是 他們用他們的方式 來壓榨我們的軍主一致嗎 對 然後我們可以延伸到 其他一些東西 就是 我們學校是要先 就是 就算你 我們今年的短複的 意見是已經高達 九成五贊成 四成 四趴沒有意見 然後一趴是反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本來就是九成五已經贊成了 可是我們還是要先進過校園 福一會的討論 才能上層到校園 這其實是不合理的 就是 我們九成五 我們要先進過一個會說 我覺得這好像 好像還可以被討論 然後就上層 我覺得這沒有必要 然後就不會上層到校園 這很狂悅 然後再次教育 我們解嚴幾年了 但是我們的軍人還在校園 就是可能 教官的人很好 他們真的是 那種可憐的工友 或者是每天都要幫學生幹 可能說 學生外食不要吃太多 學生好像要減肥 所以他們是一個很 心酸的角色 可是 在身為一個 軍人的同學 他們其實不適宜在 教官 教官是不是不適宜在校園 然後再來是 升起典禮 就是 升起典禮 可能是一個非常 軍國意圖的東西 就是 我們為什麼要 唱所謂的國歌 我個人認為這是黨歌 然後或者是像 國民黨黨旗下面的 台灣人的鞋寫禁禮 就是 所謂的國旗吧 然後像是 我是不唱國歌 又不禁禮的 然後 我就 就是因為 平常就是唱國歌 我就站著 然後禁禮的時候 因為大家手都舉起來 然後我就會站著 就是我會有點三七步 就是表達我的 有點不滿 就是我沒有辦法像有效一樣 那麼勇敢的 對國旗比中止 就是 然後 我跟另外一個發言 就是我們平常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會 某一個主任就說 同學 怎麼不禁禮 主任那個 認同不同 可是 但是你們國家的國旗啊 主任好像不是我的國家 就是 這其實是非常有問題的東西 可是 身邊的很多其實不會一直到這件事情 甚至他們會覺得唱國歌 就是我想要唱歌 就是國歌 所謂的國歌這種東西 本來就是一個充滿意識形態的事情 別人說 我沒有意識形態 他還在繼續進行這個東西 是 非常 不尊重這個意識形態的 如果是為了管理的 給你們更好的方法 就是 有沒有辦法直接開放學生討論 就是直接面談 直接給朋友 而不是 叫我們做團會員 就是幫你們學生講一講 就是我們聽啊 就是一個參考嘛 就是 學生也不要太充之類的 就是高中生不服輸藥幹嘛 就是常常會有人說 你都讀到你中了 你不好好小學生 你在幹嘛 就是 哀傷 OK 然後就是說 其實 我個人是覺得 你年紀越大了 你的理想跟熱血的程度 越容易被現實消磨 所以 我們要在我們 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時候盡量去做 因為 你畢竟你長大 你快要自己討論 是你討論 對 我覺得學校是可以關注社會議題 就是 關注社會議題不是說 我看 我每天看中編新聞 我看 什麼 怎麼可以讓 會修組 他怎麼是特皮 他應該要出來複製 他會不會他 就是 這是不夠的 就是我們應該要去 自己去查資料 查法規 去了解這些事情 然後 我們應該要試圖 努力去讓我們 生活中落實民主精神 就是 學校的態度 其實你可以看到他們 他們是非常沒有民主素養的 就是他們會覺得 學生就是在鬧 學生就是情緒疏發 就是 不然就是學生就是 想紅啊 需要這個場面來表現自己 我之後要走的路 根本就跟著沒有關係 我在浪費時間吧 然後就是 還有就是 我覺得就是 其實比較難 就是 可以表在你所生活的場面 用你表達你的立場 去促進討論跟思考 因為其實 呃 在美中的方向是 很多人真的是很專心在讀書 想要聘一個第一志願 覺得 他自己的第一志願 然後想要未來 有一個好的發展 可是我覺得在接觸 要來越多事情之後 會知道 你的夢想 可以跟你的職業做結合 或是你可以用你的 學歷去做更多事情 這是可以去討論出來的 然後 就是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是不知道其他比較怎麼樣 因為 美中其實自己的 有一個課外活動 因為社團是非常蓬勃發展 就是還有我們會有一些 比較有趣的選修課程 像是去 台東農曆塔琴啊 就是看說 喔這裡有鼓肌 這是什麼 這個是共同工作空間 就是我以前 升高位的時候 其實我又來不好吧 因為我聽起來的話 就說 這其實平常有責務 然後就說 喔原來有責務這種東西 對 就是其實可以參加很多 課外活動 就是讓你去 看見所謂珍惜的社會 而不是存在的那種說 他其實離我很遙遠 或者是 他跟我沒關係 其實 我自己本身反對經濟製作員 是因為我覺得 一群階級複製出來的人 你一輩子只會看到跟你一樣 就是 我從來就是有錢啊 他錢幫你就是幾張信用卡 我不會看到 所謂真正就是 一輩子在哪裡讀書 可是沒有辦法搞好學校的人 或者是 我覺得 你自己 沒有努力 你才會讓你進去領22K 可是 事實根本就是這樣 對 就是大家可以用 然後 參與更多的事情 要自己去了解社會的真實 並且努力去改變 然後惡報的時候 就是繼續 寫動機 我們在找學妹 只是 找不到 情投意合的學妹來接 請來 喔 謝謝 大家一起加油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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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接下來 我們這件事情 大華 跟大家做一些 針對剛剛兩位同學 他也有一些回應 兩位同學 還有大家好喔 好 剛剛聽到很多你們都看到粉絲了齁 對我想其實還蠻難得的經驗 因為我想大家都想要從我們以上看到的一些事件 親自來現場了解到底這個過程發生什麼事情喔 那我想我們剛剛其實中理有稍微介紹一下我的背景 其實我在投入青少年工作的創導工作大概20年 好 那其實過去台上我們在做的事情 跟今天大家在爭取的校園民主有關 好 那我今天會受邀來對話這件事情 是因為過去台上我們過去這五年曾經做過一些事情 是跟大家現在可能切身都會有關係的 包括今天我們看這兩天媒體上有報導 昨天都排高中 對不對高峰 好的學生出來 有一個系統的同學 同學出來抗議什麼 第八學課對不對 各位三年前我們就在談這件事情了 可是都沒有人理我們 所以我想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是有年輕人自己關心 你們自己關心你們自己 你們自己校園的事情的時候 這個議題才有發生的可能 跟擴散的可能 那我要告訴大家喔 就是今天你們在談很多這個 服役啦規定有沒有違法 有沒有這樣 校方到底可不可以去訂定這樣的規定 事實上不要忘記喔 我們在三年前開始發動去檢視 100個高中職包括國中 剛剛有老師在講說他想了解國中的現況 我們去檢視了大概100間喔 包括有人本的朋友 有跟我們一起來檢視喔 那時候就發現了很多很奇特的現象喔 有沒有看到 這是我們三年前做出來的 有沒有 很奇怪的喔 你們威權遺图都在這邊嗎 你們故意回損啊 發動學長 那時候其實是側報 甚至中學側報事件 還有什麼比較離譜的呢 再往下 這些都是怎樣 特別講到故意回損國旗 對國家什麼元首不敬 這是一個親愛言論的這個部分 應該還有下面來看一下 喔 北一女中的也有喔 升級台集合態度不嚴肅喔 這種事情喔 好來 往下 等一下 台中女中有什麼 攜帶或閱讀不正當的書 看過圖片啊 你們還是短譜而已喔 不是說短譜出來會讓人家先喔 我們是這個問題而已喔 你們自己可以再去解釋喔 有沒有 欸 違規俱重 無理抗議啊 嚴重影響校園秩序喔 這都比台中女中 還有國中那種 欸 如出於側嘛 文華也是得很中喔 真的真的真的 往下 這只是其中 我現在親愛言論的問題 還要往下面喔 還有幾個台中高龍 怎麼都剛好在台中 長春藤中學 台中有很多很變異的 那個變形的體制 也蠻特別的 來往下 再往下 這個都是關於升旗啦 典禮啦 對國家元首不尊敬啦 言論上面的問題 好往下 給龍潭宮 龍潭宮也有齁 不肅立自盡也會有問題 奇怪我們二十幾年前 我們真的在小時候啊 真的如果你不跟著唱國歌 你會被拔錢 你講台語會被拔錢 你看二十年後還是這樣 來往下 其實還有敬愛力喔 這可能再往下一點 其實最精采的是敬愛力嘛 欸就是什麼 譬如說有一個某中部 還南部的一個 天主教學校啊 好這服儀的部分有沒有 服儀的部分 染髮 染髮的規定啊 通常服儀還會堅診跟言行 都檢視有關 還有其妝衣服 這個有關的 還有什麼 沒有使用學校書包耶 你們還幫忙去抗生大 就能讓我們的學校書包 對不對 無怕有無怕有 你要什麼 你要背自己的書包 好的 還有耳環喔 指甲油啊 畫眉喔 屏東美河高中 這裡沒有 建宗還有什麼 服儀審查處合得 欸這就是小學生 這國中學才會做的事啊 對不對 還有什麼 大成高中 不得穿汗衫或脫鞋子 還脫鞋子 還脫鞋子 這種事情也會 男女生都不能夠儲指甲油 好往下 欸有沒有到那個 靜那一路這裡喔 好讓大家看一下齁 而且從北到南 從東到西都有在管喔 好來 想確認一下這只是 校威的規診 還是有實際的個案 實際 實際 那個是那時候 三年級我們去 去整個去 到我們的學校的網站去查的 我們說實際的案 其實一定有被 被執行 對 我我補充一下 好來 好來 這個就是那個 呃 我先補充一下 因為那個 三年 其實去年的時候 然後 欸 日本的那個 前年 對 那個我們開過 一起開過記者會 然後其實 最近 我把台中 大部分的高中的校圍 又拿出來看了幾次 然後大部分那個 不尊敬元首啊 的那個 那部分 古動學朝 全部都拿掉了 那 唯一還有 還有類似古動學朝的 叫做明道中學 那 但是 但是我們就發現那個 校圍裡面 開始有那些很奇怪 玩太戲 莫名其妙 太瞎的 例如 台中女裝會說 如果 尤達爾洞一次 只能穿一根耳針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道明中學 還有講男女交往 其實不檢責 在這碗看會有一個更離譜 就是說兩個人之間 男女異性之間 不能佔超過五十公分 超過五十公分 超過五十公分就要開法 那時候是真的有真的案例 然後往下還有其他的問題 包括其實在國中最 其實違反最嚴重 侵害人最嚴重 是私立學校的國中 他們怎樣 在學校他們為了 講好聽點 是因為怕 家長說怕 他的孩子被霸凌 或是老是霸凌的學生 提拔學生 所以就是公開 就是家長會也認可 就是要在每個學校的前 跟後都放監視器 知道嗎 監視器 每一間學校都放監視器 然後呢 就是公開的 monitor 每個同學上課的情形 了解嗎 那其實就很多很離譜的狀況 所以我想就是這樣這個表 就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今天不管大家 去做了你的小革命 一定是從你的服務儀 你在學校的任何的一個 你覺得不公平的現象或狀況 你其實都要回歸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剛剛同學有講的 學生為什麼會不是學校的主題 你覺得你許可不公平的 你覺得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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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大家有這麼有興趣 我等一下游下來 你們有興趣自己認成我去抓 好不好 這個我要講強調是兩年多錢 你都拿到 你覺得不公平的 你覺得不公平的 你才可以不公平的 我今天要說 我今天要說 你不公平的 大家也不要太激動了 所以我只要做這件事 全面解釋 這就很重要 就回到剛剛講說 雖然我們發動的事情有可能是跟我切身有關 但是你們一定要去想 難道這個只有我們有問題嗎 是不是我們同樣跟我同樣是一個學生身分的人 不管我應該是公立學校 私立學校 高職 還是私立高職 還是私立中學等等有沒有升學 是不是大家都同樣面臨這樣的一個很荒謬的集體的困境 我要講說集體的困境 我看這個再剩下去等大家就瘋狂了 大家想要晚上生物種打笑一下的話 可以拿這個打暗示 對 大家都沒笑得太清楚了 好啦 就是回到剛剛講說不要忘記 我們做的這件事情 我們講的小革命 不是只有我們自己爭取到我們要的就好了嗎 對不對 其實很重要就是你要去想 為什麼是我會覺得怪 別人會不會覺得怪 當被冤寒的時候 人家指引你說 你不要讓學校來做事 我們也有做事啊 大家好一點 就是你也幫我也幫你 我把這事情處理掉就好 那叫搓圓載對不對 搓圓載很多時候就是這樣在做 那有些時候我們就不要忘記說 我們做這件事情事實際上是為了怎麼樣 就像你們之前講的你們其實之前的學長姐 就已經做這件事情可是沒有成功對不對 那但是到了你現在還在停留在這個狀況的時候 是不是合理能不能夠有突圍的方式 我想今天總理來就希望我跟各位有些對話 我們可以想想有什麼樣一些可以突圍的方式 是不是真的只有透過一些體制外的抗議 我們去哪裡靜坐哪裡去佔領 然後哪裡去呼口號 哪裡去做很多的這個訴求就可以了嗎 其實真正重點應該是 要把這些力量集結起來去挑戰體制類的事情 而且現在我們已經透過了 其實我們這些NPO團體其實都透過了非常多的努力 直接切進去體制 要求法令上面要給予學生 合乎他作為教育主體的這些權利 所以就從法令開始談一點我的這個看法 來往下 我自己看 好 其實我今天分享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時候我們不要忽略 就剛剛其實同學有提到了很多法令的問題 那我先講一下 我先講一下其實我們現在有非常多的法令 都可以作為各位的後盾 那法令時間關係我就不講太多了 那我留給大家 最重要的部分是什麼 就是我們跟你們學生有關就是這個法 中高級中的教育法 剛剛各位有提到的學生代表 就是參與校務會議 福營這個部分 我不知道你們學校是特別另外 成立的一個community 但是基本上來講 你應該要求學校是 校務會議上一定要讓你們學生 有代表進去參與討論 很正式的參與討論這件事情 當然也會有很多同學會覺得說 他也是學校代表 學生代表 但或者就是他是以一黨百 他一個人講了出個狀況 其他人也不瞭他 他也沒有用啊 投票也投出人家 這個的話有很多學校的學生代表 是沒有投票權 他只有列席權 但是要跟各位講 Mega都在這裡啊 現在法令已經給你這個權力了 你就可以搬出來跟他講 欸不對喔 我們現在學生代表 是有權力參與校務會議喔 你告訴我哪一條 我沒有 我只有列席的權力 我沒有跟你同樣的一個所謂的提案 跟這個權力嗎 第二個是五十一條 這邊講的 學生訂定這個學生講程的規定 這裡基本上來講 事實上是中央 目前教育部已經因為我們三年間 很多NPO集結起來 去把這個現象很荒謬的現象 校會 像離譜的校會去凸顯之後 開了非常多的會議之後 終於國教署在這一兩年 特別去年喔 在北中南開了非常多的公廳會 形成了一個共識的版本 就是說我們過去會看到 你看從南到北那麼多荒謬的 非常奇怪的各種規定 那為什麼同樣都是中華民國的 或是台灣的學生 為什麼同樣都是高中生或中學生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不同的差別代率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敬礙令 有些學校他根本也不太管學生 太不敢管 其實在這個時代來講 誰會去管一個男學生 或是女學生 或是誰要跟誰談戀愛 那有一些學校他可能在這上面 他就管得很嚴 他甚至會動到什麼 懲罰或懲戒的權利 那我們自己在 我至少台上我們很多的 這些會員團體裡面 他們都是中措的學員 中措學員有一大半的學生 都是因為錯誤的校規 離譜的校規 校規 然後已經這個背記大過 記到不行然後退學 最後才轉到去念中措學員 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很早就一直想要 檢討這個校規還有懲戒的制度 因為那個真的是 剝奪學生的這個 所謂的受教權益 那另外就這裡 就是後來教部 國教署就有 針對這個部分做的一個 定型化的一個範圍 告訴所有學校 重新檢討你們的校規 所以各位可以去做的一件事 就是把你們學校現在去要 或是現在他在網站上 他公報的校規到底沒有符合 教育部的這個規定 第三個部分就是 52條有學生講整委員會這件事情 好那這個部分也是像 我剛剛提到說 有非常多的學生過去是不當的去 被侵害他的這樣的受教權益 所以他比如說服役 他就可以記過 有些學校知道說這個是會違反 他的基本權利 所以他現在會對於服役這一塊 會比較謹慎 但有些學校他就會認為說 這個是學校為了要他的這個 他在服裝上面 他已經在跟學生招收學院的時候 已經跟家長已經合意了 這個部分事實上是他進來 他就要符合這個學校的服役的標準 所以他們會對於說 違反這個規定的學生 他會採一個比較強烈的 一個懲戒的這個方式 那這個獎懲的問題 事實上也很多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在高級重新教育法裡面 已經讓他在這裡有一個機制來做處理 所以這個其實都可以讓大家去想說 這個法其實大家要非常的去清楚跟了解 那也拜託說我們現場有一些老師 可以多多的跟同學討論 有關於這樣的一個 高級重新教育法裡面 對於學生權利跟自治的一些條文的規定 那這裡還包括什麼 還要包括學校 事實上應該要協助學生 輔導學生成立所謂的自治組織 就你們剛剛提到的說 學校為什麼不能 學生為什麼沒有辦法成為學校的主體 學生當他們有一些想要對校園的事務 校園的這個事務的運作跟管理 包括我們知道最近很多的爭議是在營養午餐 很多校長屋前 前一陣子大成高崩 校長屋了4000多萬 讓學生吃15塊的便當 15塊的營養午餐 很可惡吧對不對 但是就這樣下來那麼多年了 他才屋透4000多萬 終於有人看不下去聽報被檢舉 最近才公布這個事情 那你想說如果當今天學校的 有一些製助或是措施 他其實是心態剝奪你的權益的說明 你要去哪裡找到這個機制去申訴 或去自立做計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就要去了解 有什麼樣的法規或權利 這個最穩的一個後盾 可以成為我們抗爭的工具 而不會只有我們透過做作問卷啊 透過大家一直在對談對話而已 這個部分事實上當然也很重要 可是更重要的是我們要了解 我們有什麼武器可以作為我們的後盾 好 那我們因為從有爭議的校規開始 然後一直在凸顯這個議題 事實上我們台上網紅在今年 才前一陣子也才辦了 暑假時候辦了一個 中學生權益的一個公民審議會議 那事實上做這個公民審議的會議 很重要的目的就是 我們希望各界能夠持續關注 還有很多學校有爭議的第一部的校規 那如果今天台中女中 你們成功的抗爭成功之後 不要忘記 也要來去一起來 來邀請 或是說來去關注你們臨近的這些學校 可能是高職 可能高官或是一些學校 也一起來關注他們學校的這個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校規的問題 那另外我想透過這樣的一個檢測過程當中 我們也是希望不斷的出寫青少年 有他表達他意見的權利 他有這樣的一個社會參與的權利 如果沒有透過一個正式的管道或機制 讓學生或者青少年能夠去做參與的時候 其實你們很多這樣的權利是會被限縮的 很自然的人家就會認為你們不需要表達意見 而且因為我們都幫你安排好好的 對不對 你們幹嘛那個主因機率要改變你們的服裝穿著 你就好好按照我的規定啊 這樣你東天要穿什麼現在穿什麼 你就不用太擔心 上次我還聽過就是說 每次討論這個服儀制服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論點出來 會說什麼 穿制服比較便宜啊 這個論點在我們十幾年前那個時候 都已經講了講的恩便了 各位覺得這合理嗎 這是什麼邏輯 妳的制服想要買出一件機權 對 我不要講 北英女中在三年前也是被踢爆說 那個制服廠商從中屋前被學校掛鉤 那個制服本身其實中間也抽很多層 這真的比較便宜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真的是很有問題 重點不是說 讓這些弱勢生穿這個衣服比較便宜 重點是為什麼要有這個設計 學生為什麼不能自由的決定他要穿什麼 到底穿這個衣服會跟他們學習表現有什麼 直接邏輯相關 其實都沒有 學校不會去正視這個問題 他只會告訴一些很多周邊外衣的效果這樣 好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一直不斷的通過一些機制來告訴大家 教育政策常常忘記或刻意忽略學生的聲音 還有基層教師的聲音 不是只有學生還有包括我們在做審議會的時候 要找很多厲害關係一起討論 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基層老師 甚至我們也要問教官 只是教官通常不太想來 這樣子他來也不講話 因為他覺得他就是一個建法 在這樣的一個場合裡面他其實就覺得 反正你們就是要讓學生大明大放啊 我講的也沒有用啊這樣 可是事實上我覺得重點就是說透過那樣的過程裡面 我們也是不斷的會去產出一些論述 讓大家知道說這一群公民利害關係的人 在討論這個事情上的看法其實多元的 不一定都是一字性的 好 那其實那時候我們討論出來 大家的一個共識就是說 學生絕對是校園的主體 那至於學生為什麼 會被大家認為說根本不是校園的主體 很大原因有兩個我自己歸結起來 第一個就是什麼 因為你們未成年 所以很多人會拿這個理由說 阿你就還沒十八歲啊 你扮馬桑也還沒二十歲啊 你扮進容看你現在也不可以幫你扮啊 對不對 你扮手機也就是你六歲了 我把你扮啊對不對 有很多理由說 因為已經是未成年人的關係 所以他就會自動把你的想法打折 那你就會說對啊 學校不就是一個教育嗎 教育的優先順序不是在看你成不成熟 是因為要想辦法用營造一個環境 讓你可以成為一個成熟的社會公民才對 可是事實上我想往往管理者 或是說有很多時候有一些成人 他的思考上 他當然就會認為說 今天很大一個關鍵問題就是 他怎麼認知你 他把你當成一個社會的準公民看嗎 還是他把你當成就是未成年看 那個視野跟看法是不同的 所以以至於有時候你很難要求他 他把你當成是一個教育的主題 還有第一個環節是家長 因為復學費是你幫他忙 他就會很 為什麼家長會常常在校園的自治議題上 是一個很大的關鍵點 我講一個很簡單 校園自治裡面還包括 包括校園霸凌這種議題來說 很多時候都是家長 這個孩子背後 他所代表的家長的權利關係 在剿密 有些老師也知道 這些事情也許兩兆雙方都有問題 也許是以下談談就好 沒有那麼嚴重 知道回到家裡就不得了 像前陣子有一個很重要的案例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有一個高級 開學第三天就發生一個校園霸凌的事情 然後是一個男生就被三個男同學丟椅子霸凌 然後有他們同班的同學 女生跳到桌子上把他拍下來 上傳網站才被爆出來 開學第三天就發生這種事情 後來媒體就去訪問學校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我們學校有這麼可惡的霸凌事件 結果學校派出來代表 那老師居然說什麼 講了半天就說 有啦我們學校有努力在協調 但是還沒有可能還沒有 但照大家期待很快是會解決 但是他講了一句很不好不得底的話 就是他說 這個學生據說是他非常的白目 他常常會去就是講話 常常會去激怒女生激怒同學 所以以至於意思說 言下之一是什麼 他今天會被霸凌是因為其來有志 因為他白了 那我想其實這樣的講法 在一個公開的媒體上面去呈現 這樣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你就會道成大家對於 這個學校現場發生什麼事情 會覺得他們非常的疑惑 對一個霸凌事情的產生 你知道會知道很多原因 可是今天該負責的 就是學校負責的管理者 不就是學校嗎 那學校今天到底用什麼態度 來面對處理這件事情 那這當中我要講回來說 當時這個學校 他的做法他怎麼處理 他就是把他的爸爸 跟三個男生的家長 全部找來和解 然後最後呢 就是把這個男生 三個男生加害者 就各寄一個大過 然後呢他就問那個爸爸說 欸阿希望 你希望怎麼處理這件事情這樣 他爸爸只講一句話 他爸爸說 他只希望他兒子三年都可以很平安的度過 那個爸爸是單親爸爸 你看他用這麼卑微的講法 在捍衛他兒子最基本的安全權利 人身安全的權利 那我就想說奇怪 這三個男生只不過計個大過 然後讓他們繼續怎樣 繼續在同處一次 繼續三年 就能夠平安他度過嗎 事情應該沒有那麼容易解決嘛 對不對 所以光是從一個小小的霸凌世界 又是一個常常在校園現場 會看到的 很多的這種權利關係的運作 有些時候我們在談說 為什麼學生不太容易成為校園主體 因為他厲害關係的牽扯非常非常的多 另一部分就是因為你是未成年人的關係 有很多法律上的限制 另一部分是說 很多時候事實上也會牽扯到父母 家長還有老師 甚至是校長的這個態度 好那我們當然希望說 透過這些討論 希望促成校園有更多的討論 有更民主化 就是讓學生可以被認知是一個校園的主體 他是可以跟大家公開來談 這個學校應該怎麼運作更好 要不要第八批課 好那為什麼我們學校輔導是沒有人要去 為什麼去的人就被貼標籤 然後霸凌的時候 這一些常常被姓霸凌的對象 有可能是統治的朋友 那他有什麼資源可以去被協助 諸如此類的 那這個問題可不可以 那為什麼我們要用一個很離譜的校規 廣東廣西 卻沒有管到這些真正重點的事 那這個是不是我們在做的這些討論 其實還蠻多 就是什麼是合理限度下學生自治 那怎麼樣要用合理校規 跟輔導跟教育來替代所謂的懲戒 因為一校規一立下去 或是生活功率立下去 馬上就會有罰則 這些罰則合不合比例原則 過去都是很少被討論 家長也都逆來順順 不要說學生 家長也是逆來順順 那性感其實跟環境不同 應該要用各民主的方式 來討論這件事情 還有一個部分 學生有沒有辦法有權力 充分的使用學校資源 比如說空間 比如說你們學生會 或是你們說的這些 你們惡報 有沒有自己的獨立使用空間 如果是意義性社團 跟服務性社團 哪一個學校才會給他免費空間 還是對應社 還是舞蹈社 你們想要你們搞社團 是不是每個人都 每個搞社團的人 都享有同樣的空間 學校都給你同樣的資源 那為什麼每次學校要送去表揚 都是特定的社團 你們意義性社團 常常都要窩在很陰暗的角落 然後在那邊講多個些類的事情 然後生物只要出來 讓大家就是我的存在在這裡 大家要什麼資源要很高這樣 極盡的打擊 這個就是也是一個問題 那最重要的是學校正式 應該由學校跟消防共同討論 那所以其實我們談得很大沒有 比如說一個學習權利的問題 校規啦 或者讓大家爭取自己的福利啦 這些都跟你的學習權利有關 一個是學生自治 那這裡呢 事實上也提到很清楚就是說 學校要來協助 但是學校為什麼不協助 真的法定了定在那裡 這些事情自動會長腳 走到學校去 告訴所有的老師說 欸你們開始要針對這個方式 要這樣落實 不會的 所以一定要靠大家 越去了解 有什麼樣的武器 有什麼樣的工具 你可以去運用 那另外就是說 在很多的這個 我們在當時討論的學生跟公民 都覺得說 學生自治在學校的定位 是非常不明確的 很多份甚至到後來變成什麼 學校的這個執行小單位 對不對 點頭就知道 這我就不多說 就大家是冷暖自知 好另外就是 學生代表就剛剛講的 一一擋百 一人拚一百人勞思 那他再怎麼樣會講 他演講比賽第一名也沒有用 辯論賽打得再好也沒有用 舉手就舉輸了 這個是真的 現場他們就這樣講 就覺得很挫折 那說好 所以怎麼樣 我們要繼續爭取 就像政治上 為什麼女性一直在爭取性別主流化 女性要參政 為什麼女性要三分世界比例 在各個所謂的主要的管理階層 包括政府單位的代表委員會 或者是說為什麼 我們現在要有所謂的 鼓勵女性的從政跟參與政治 這個其實就是要 你有參與才有發言權 你有發言權你才能夠了解 很多事情到底怎麼運作 這遊戲規則到底是誰的 你可不可以成為其中的一個 翻轉者或是改變者 那另外就是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說 大家建議學生一定要有發言 其他一個表決選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武器 所以我想今天暫時有這麼多迷妹 粉絲啊 其實我會覺得你們也不要 一直羨慕人家願意為你站出來 不要革命不是這樣搞 就是之前我想到一個笑話 我就說 欸之前不是我們台灣有一個 跳竿選手嗎 到那個國家比賽 忘了帶竿子對不對 然後臉書上就傳那個笑話 說國務十次揭竿起義都沒有成功 為什麼 他前面十次都忘了帶竿子嘛 對不對 就是這個笑話 然後我講意思說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不要只是希望或發望 別人幫你代言 你其實就是真的要參與在這當中 然後呢 你慢慢能夠去培養自己 有這樣的一個視野 跟這樣的一個了解 整個公共事務跟環境 你也可以參與在這個政治民主的過程當中 那將來這個力量才能夠集結變得更大 那我想這個是很重要 就包括說你可以切入 你說我們現在人少沒關係 至少沒有更多人去監督 在這個體制裡面去監督 所以就可以去衝撞這件事情 你們學校到底有沒有照這個法令上這樣走 那我們學生覺得需要多少的比例代表 在裡面當中 那這是我們在參與很多國教署關係門來 自己關係門來討論 這個所謂的學生自治的這一些規章法令的時候 他們自己的講法 你看有一個最離譜 你看 他就在講最近很多 從反課剛開始 很多都是台中來的學生來計管 這是某一個校長主任這樣講 他說台中大部分都請全校學生補學 學生會長是這樣嗎 是 你們是這樣的嗎 然後學生代表 所以呢 學生代表應該要監督學生 不是要監督學校 所以才只要被大家誤會 這樣可以 所以校長 所以我們會看到說 最近一百六十幾個大學校長 會幹出那麼多奇怪的事情 也不會覺得太奇怪 其實很多觀念 我們跟上一代的教育者 這些人其實是非常在平行時空 是不同的思考 所以呢 所以我很鼓勵大家盡量的去講 去表達你的意見 講不成熟 別人聽不懂沒關係 多講幾次就會 人家就會了解 逼得要去聽你多講 好 那最重要是說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學生都沒滿十八歲 因為你是未成年人 當然自動就判你就是身心不成熟 會打折 好 那這時候其實你要透過很多方式 讓他知道 不要因為年齡就代表成熟 你要去了解說 學生現在真正腦袋瓜裡 在關注的事情 可能跟過去他們成長的時代 是有一些不同的價值端 那這個部分事實上 是要透過對話才能夠去了解 學生我們在判定 每個時代的成熟度 是所謂怎麼去定義它 是不是就是我們現在講的法律 那是不是 我們現在台灣全世界最後一個 20歲才能投票 表示我們20歲之前 所有的中華民國台灣年紀人 都是不成熟 所以20歲之前的話 都不用太相信 反正你們自己會長大 到20歲自然再來再鬧就可以 是這樣嗎 我想民主不是這樣 民主就是要尊重多元 尊重少數 尊重那些沒有權利者的人 這個國家參加說禁錮的民主 而不是讓很多權力集中在 已經有非常多權力的人身上 這就是我們應該要去思考的 那實際上沒有辦法談太多 不過就簡單讓大家知道 我們那時候審議會談的面向 還包括就是在講的很多的校規 還是空白授權太多 那一定要有一個機制 特別是你們學生自己要關注 而且要長期的關注 所以我們當場的公民都表示說 應該要建立校規檢核機制 是學生自己主的 是學生 那當然有些老師可以一起來參與 那到事實的公開 到底這些學校 要懲罰學生寄過的時候 是依據什麼原則 依據哪一條校規 依據哪個法令 來做這樣的一個處分 那有沒有處分書 處分內容是什麼 理由是什麼 依據是什麼 就像我現在做很多媒體自律的事 我們每次在開會討論 都會繼續 細密直接載你們的名字 我講了什麼 因為大華針對蘋果日報 哪一天 什麼政節殺人案 這個事情 說了什麼話 我都要致負其責 那這東西過得要被記錄下來 然後這些東西 要做為決定的一個參考依據 所以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一定要要求 當學校在做這樣的一個 懲處的意見的時候 他到底依據什麼認責 那這部分最重要的是 我們也會去要求 我們各個縣市政府 教育主管機關 也要建立各個學校 校內內規的公佈給他們 現在在教育部 他們已經有授權給台中高中 好像是台中高工吧 忘記了 他有掛在那個台中航大學 我一點忘記 我會再把那個資料 再集公給那個中理 就讓大家知道 有一個平台 教育部只掛在那個網站上 所以你要這個相關資訊 只有透過那個網站 其他都不知道 那這樣對嗎 所以事實上我覺得 這個應該是學生 可以去要求的 升速制度也是 管道不完備 處去形式 外部升速也查出到 學校打壓或秋後算帳 好像撤報那件事情 就很明確 整個流程都跑過秋後又算帳 不只打壓秋後又算帳 然後現在就搞到他們更戰鬥力十足 他們學長姐都已經畢業了 再回來協助 所以我們不要以為抗爭就是 革命就是一次就可以到外 那是不可憐 那所以其實我們要累積我們的實力 是今天三年你畢業會過去 最重要是經驗要怎麼傳承 這位兩位可能在學校當中 是非常這個風雲熱誤 非常的一階領袖代表 可是他們剛剛也講到一個困境 要找人找不到 學妹要來囉 我們都很願意人家 站在檯面上幫我們罵 對不對 分攤風險 公拍 但是不是這樣 民主要進步 社會要公平 要有正義 是要靠我們每個人 一點一滴的去參與 然後我們願意跟別人去分享 我們的想法 我們的價值觀 然後我們要去互相的充全 然後成為彼此的支持力量 就算被秋後算上被打壓 我們也可以有這樣的一個能量 可以打死不退 不然很容易就會造成運動傷害 大家知道去年318 對不對 今年還某個雜誌什麼端報 還列出了318運動的那個 運動傷害專輯 那我自己感覺是不錯啦 因為本來就會 在一個運動當中 不可能每個人都是林非凡 不可能每個人都是陳偉廷 林地有很多分工的人 在那當中受盡折磨 對不對 有很多 所以才會有大腸掛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重點是說 讓這些事情可以正向被看待 我們不要把所有的 把搞運動人 當成是好像是一個救世主也不用 重點是說 我們願意站出來 承擔這件事的時候 就是希望看到事情有一些改變 那也許無法操之在我 但是我們可以用 我們互相彼此的這個力量 互相去讓後面的人可以繼續 讓這個事情有所推進 就像法禁的解嚴 我跟各位講 在我20年前我在念禮中的時候 我們已經法禁解嚴了 可是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 雖然是2006年 人本去帶大家去告別法禁的時候 整個全台的校語台真正的解嚴 那一晃就20年 就讓我覺得匪夷所思 所以不要想說一個簡單的運動 就好像可以找10年 像我們台上我們在推18歲投票選 今年邁入第10年 對不對 也在國民黨把我們撕票 也沒辦法 對不對 所以我們才努力的 所以為什麼要重振的原因 就是想要去覺得這個制度 真的是不公平不公益 所以想要做一些突破 所以我想這其實有很多 大家可以去思考的空間 那時間外面我就跳過會留給大家 那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主任的講法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學生參與教師傅 到底學校願不願給他參與空間的機會 這是一直我們在做青少年工作 做很多的這樣的一個 所謂你們在講小的密集的時候 常常也會遇到的一個挑戰 學校願不願意 還是說我們要等學校給我們嗎 這其實有兩個不同面向的思考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 我記得是一個老師 可能主任 他就講說 像學生能不能使用手機 跟老師同樣的 你在一個談判桌上 為什麼他擁有這些東西 那我今天學生 我今天只是因為我是學生身份 所以我就被禁止用手機 然後所以像我們在開會 現在在開會 開很多人會審議會議 我們在那邊查資料 所以我用手機是很理所當然 可是今天如果你在這樣平台上面 因為學生的關係 所以他被禁止用手機 這樣是公平的嗎 所以他當作講的就是說 其實有些時候 學生能不能有更多機會去參與 這個部分事實上坦白講 要看這個遊戲規則 是不是公平 他講的意思是這樣 那學生能不能夠有更多機會去參與 有沒有可能是學生提出的方案 讓老師來討論 同學校會來討論 那現在大部分都是學校題的版本 就是少數的學生 就現況是這樣 那這個部分其實就是 也供大家去思考 那最後就是說 我們在做這麼多個法規的檢視 以補校會的檢視過程當中 其實我想很多的學生 很多青少年跟我們做的 不管跟我們申訴也好 或是跟我們做這些討論 審議的討論也好 其實他們都提出來說 學校對於學生支持 跟校民主的認知 跟學生真的是實際生活經驗 實際生活經驗差距很大 那當然也提到 我們剛剛提到要有很多的論述 來衝破這個體制的框架 那最重要的是說 其實你們現在有一個很大的 運氣點就是學生代表 這是與法有據 必須要賦予你們的權利 所以這個是很好的機會 切入體制內去改變 好 那所以就會剛剛講的 參與校會議要怎麼樣 在校園前你們讓你去共識 那遊說老師 其實遊說老師很重要 有一些運作無錯校園會 的確是有友善的老師 願意幫忙 大家就是互相求求 所以會讓這些事情運作得比較好 那有些時候其實就是 沒有老師願意幫忙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運作上 真的會滿辛苦 那最重要的是說 真的要具細迷的記錄 你們在對談的內容 而且很重要的是 要公開這些討論的過程 這樣才會知情權 好 最後就是簡單的置入一下 我們在推 18歲投票權 今年修憲雖然功敗垂成 但是我們沒有放棄 我們要開始轉進到校園來 去年要出關過種 我們去年已經是做了第一屆的 全國青少年投票日 那所以我們現在招募學校的投票點 去年在台中也有幾個學校有參與 所以如果有老師或同學你們有興趣 可以上我們的網站來先關注 或是了解說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關注這件事情 跟你們校園民主到底有什麼關係 非常有關 我最後講一個重點的案例 大家知道日本 日本本來在去年跟我們一樣 全世界還在維持20歲投票 但是呢 因為日本安倍經常上來之後 他講到 他就是訴求說 在他任內一定要 唯一的修憲雖然就要修過 18歲投票權 所以經過了 大概日本準備了五年之後 終於去年下舊成功 所以台灣變最後一名這樣 那時候事實上不是只有 政黨在推動的問題 當然這個政黨必須 他有這樣的一個講述 必須要去推動 很重要是年輕人之急 日本跟我們台灣不一樣 日本是因為從他們 有一個叫做安保運動 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去查 安保運動之後 他們整個校園全面的借人 甚至是公開要求中學生 不能夠在課上談政治 禁止下課後還從事政治活動 是這樣 那所以呢 所以日本的年輕人 基本上來講 跟我們台灣對選舉 政治議題的熱衷度 差異非常大 那是因為日本也跟我們一樣 就是高年少子化的國家 所以日本人開始感到焦慮 為什麼我們現在年輕人 越來越不敢 不想去對政治表態 不想參與政治 政治投票權越來越低 所以他們非常的焦慮 所以後來他們也因為 這樣的關係 所以開始去重視這件事情 應該要去推動 那最重要的是 年輕人自己站出來講 他覺得說 就是這個岐木洋平 他那時候站出來 又組織了一個NPO 就是專門在推動18歲運動 那時候他其實很重要去談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在學校 其實像你們也是嘛 高一高二就在上工一課 都已經學完了這些選制啊 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 要怎麼投票 為什麼要當20歲才能真正的實踐這件事情 那所以呢 所以他們經過這麼多的努力之後 才讓這件事情去推動它 所以我講就是說 當然不可能說投票權過了 什麼事情 台灣就完全民主 不是這樣 投票權過了當然還要更積極去參與 沒有人再去阻擋你去表達 透過這個投票去表達這個意見的時候 你更有機會去翻轉一些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平的問題 才不會常常 來看剛剛講22K 青年越工作越貧窮 然後現在青年搞到後來就是 魯蛇沒有希望 整個泥漫的就是一股無力感 就是無力感社會 無力擇組織越來越多的感覺 所以我們在衝撞這幾次的同時 我們也希望就是帶給這個社會有更多的力量跟能量 所以你們的短褲這樣的運動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棒 因為其實在3年 2009年吧 其實台南旅中也做過一次 他們很早就做這個 他們那一次是有抗爭成功 所以我想其實前不後繼 我預計從反克剛之後 這個學潮會一直來 所以像昨天看到龍潭高峰 去談第八課 一八堂課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兩三年主要在談這件事情 就表示說大家越來越重視 這樣的權力的時候 我們才有可能讓整個社會的民主的推動 才能更往前一步 因為現在台灣所有政治的民主化工程 都完成差不多 就欠缺你們這一票 真的 因為世代的不公平 稅資的不公平 缺乏年輕人的聲音跟平衡 這個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好 那我就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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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一點時間 那我想說可以給各位我們在場的朋友 我們有一點時間可以做一點問題 或者你有一些要回憶 比如說我們今天前面三位來雨潭的雨潭人 那你如果有一些問題想要挑戰他們也可以 或者說你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或你有一些想法要回憶也可以 那我先開放一輪 那也只有第一輪 至少我們開放三個問題 或者是一些回憶好不好 有沒有 這邊有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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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 好難過 有問題 其實我想要問一下那個 台掃 台灣掃的權利 理大 對 然後我想要問她說 就是 你剛剛有談到說 可以透過 可以直接翻法規給校房看 我剛剛有問一下同學 他們現在校規裡面 剛剛那個就是你們蔡英修人 對對對 那個就是你剛剛翻的那些資料啊 就是其實部法有看到 譬如說有協禁跟挖禁 可是這教育部派禁有明令 規定說聯統法禁都是明令 背禁的說不能有這些明令 對那其實這樣子的話 其實它就是違反法律嘛 那可以就直接提出 因為他們這樣等於也是 向學校提出處願 對那可以就是尋求行政訴訟的那個 途徑嗎 對啊可以 簡單吧 這是問題 好謝謝 我一開始提到我們 我們台中二中有一個 制服的改革 而服役的改革也是很奇妙的在去 就是昨天早上在升旗的時候 我們國會偉大的教官 他跟我們講說 誒同學我們經過討論呢 我們決定開放大家對服役的討論 明天早上七點半 請大家 請各班班長帶著班上 對我們學校服裝有想法的同學 到學務處來 我們會跟大家討論 結果呢今天早上 我已經到學校睡過頭 所以就沒睡 結果 結果 就在今天下午非常好玩的是 就有一份問卷馬上下來了 就是早上才剛討論 然後下午問卷就出來 然後問大家說 你們覺得這樣可不可以 就是 他一條一條列出來 怎麼會列十一條 然後甚至包括一些北宜所思的什麼 女生可以穿什麼長袖運動服 然後下班就穿短裙那樣子 就覺得 誒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們就懷疑這 到底是 學校 因為 女中短複運動的事情 開始 想要摸我們的頭了結事情 還是 或者是做一個假動作 還是真的 有誠意要改的就是 手段很怪 這樣子 你也好看嗎 我回應 希望可以 好 他沒辦法回應 怎麼回應 我在國中的時候 有發生一件事 就是我們國中的糾察 會在上課後五分鐘 在早上巡視 看有沒有吃進教室的學生 會開班 也會扣班級 糾察自學同學 對同學 然後有一次就是 因為我越進來 所以我在廁所待很久 而且因為我們學校旅測很少 一次下課就會大開場 對 所以我就吃進教室了 那我就被開單了 然後我們班的番規是 如果你被開單 因為會被扣班級成績 所以你就要有一週的那個 控堂課 你要留下來打賞教室 我就覺得很多福氣 我是森林的關係 我才吃進教室的 為什麼我一定要這樣子做這個出發 我就跟老師講 然後有人就說 可是我不能 就是你被開單是事實 我不能因為你自己的理由 就說你開單 啊好啊那你就不用打掃 我不行 我要那個以示公平 就是你不要做這個打掃 我那一週覺得很委屈 可是因為那時候才國中嘛 對國中對 然後現在到了高中是 我們開學的時候 有一個書包 背自己書包的活動 對 是不要背學校的背自己的書包 因為我們原本是 對可以背自己的書包 後來改校圍 然後之後在 就是也是上美帝 之後校長是給我們一個摸桶的動作 就說啊你們都是學生 你們都是我的小孩 所以我被奴隙到這邊 對 就是也是 也是摸桃啦 對 然後之後就是 後來我去討論 就是說 才要做那個全校 就是因為他們定生校 會也沒有調查你的意見 之後他有想到去做一個 全校學生的意見調查 可是就是 然後之後 就是大家都說 如果你要做題之外的反抗 你要先嘗試所有題之內的方法 你再去做題之外 然後想到比較合理嗎 你不能說啊 我反抗你 那我就開始來暴動了 就是正常的途徑要先試過 對 然後講到正常的途徑 第一個就是想到學生會 可是我們學校的學生會也是 對 已經三次學校的一個行政機關 然後我後來就是想要做 全家學生的意見調查 後來就被我學生會的朋友說 可是我們學生會來做這種調查 會比較有什麼公信力 還有效果 對 所以我就說好吧 那給學生會做好了 然後到現在也是一點消息都沒有 所以 所以你現在要舉出的 你問就是說 包含像學生會的這個代表性的 還有就是除了學生會之外 我們有沒有什麼正當的申訴的 除了透過學生會 還有什麼樣的申訴的管道 好 待會如果也會 可以回答 好 所以剛剛第一個問題已經回應了 其實可以啦 好 然後 我想說我們再開 要不要先回答 這個就是 學生會 你們覺得 好 你們 或者你們有一些意見 或是大法 有什麼樣的可以 學生會的代表性 還有 還有 就 學生會之外的申訴 好 除了學生會之外的申訴的管道 就是我們之前有 就是學姊 翻譯連署什麼東西 就要一直想 就是他們連 八年會做的書 他們都不采信 你覺得他們會采信 一個沒有 真正代表什麼人做的東西嗎 就是 不可能 嘿 好 這是絕望的事實 你可以努力一看一看 對 堅強 對 當然我想 如果說在學校 這個端 如果學校沒有辦法 給你們有這樣的控制的時候 我會接你們去往教育部伸訴 雖然不一定 教育部 他一定能夠給你們一個 滿意的答案 會處理 但至少他會處理 而且他也必須要處理 所以你就往上去伸訴 那當然中間 等要看你們的教育局 因為每個縣市的教育局 處理學生事務的敏感度 跟想法跟做法都不太一樣 對 所以我想說最好的當地 你就繼續往上溝通 繼續往上伸訴 伸訴到他 願意裡面 而且給你一個公平真 一個答案為止這樣子 嘿 那另外一塊當然是說 剛提到媒體 像之前那個 台南女裝破譜之間 也是媒體有大量的報導 好 那但可是顯然效果不太一樣 後來他們經過了媒體 商報之後大量報導 後來其實他那個事情 是有做處理的 嘿 但是你們現在目前為止 感覺到的是說 好像學校還在跟你們在 暴躍 好像也沒辦法給你們 有一個很確決的 他們想要表態的態度 所以他們現在先透過 先做問卷的方式 來取得到底這件事情 是不是有一個 什麼樣的合法 正當性程序 可以讓這件事情 可以圓滿落幕 那當然要回到學生本身 如果你們不滿意 這一個問卷的設計 你們可以從問卷設計 開始挑戰學校 這個方式 或是你們覺得有辦法 我剛聽到你們跟媒體的互動上 因為你們本來是不希望 讓媒體去做 你們變得去接觸媒體 可是這一次你們已經上了媒體 所以很多人注意跟關心黨 所以我也覺得說 也許你們可以透過一些機會去投書 或者是說去跟一些你們覺得 比較熟悉或有帶的媒體 例如你們自己本身也是媒體 你們可以用這個方式的講座去切入 去分析拆解這件事情的過程 你們遇到哪一些學校的 學生自治的一些問題 那你們怎麼看待這個事件 對你們的同學思考 所謂學校在訂定任何的服依的原則 包括校會原則的一個態度 我覺得都可以從不同面向的方式去突圍 而不要只是一下子覺得說 那如果他不理我我要怎麼辦 其實可以透過這個機會去練習 然後就會自然長出你們自己的一些力量跟能力 有一些豪突的方式 你們可以傳承給你們的學弟學妹 不過剛剛我也稍微說一點而已 就是剛剛因為其實有人提到 你剛剛提到學生會 那比如說女中的同學提到是所謂班年會 其實概念就不太一樣 因為 一樣 一樣 一樣就是好 可是我是說那個組成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 呃比如說 據我所知 比如說這個台中女中班年 當然他們也是會有代表可以進入到校務會議 可是班年會 是不是廣那 廣義的 這就代表所有的同學 還是因為他是班級的幹部 是不是 還是怎麼樣 那個 也是用選的 對 就是我們班年會的主席跟副主席是選的 然後其他的幹部是 比如說上一屆的 學姐的 那一屆的班年會去選下一屆的幹部 像什麼 那類的 好 是全校的學生選 還是 全校 還是班級代表選 全校選 全校選 然後那個學生 然後還有 所以這個衍生一個問題 所以我很好奇 就是說 那學生會或班年會 他們 雖然是經由類似一個普選的過程產生 可是因為他牽涉到資源分配的問題 也就是說 他是不是很容易成為 反而是 學校是行政單位 那變成行政單位 請 資源在 可以掌控 因為我資源 要分配給你們學生會或班年會 所以你們如果不聽話 我就可以不用分配 他比較不像是一個建築商會 反而只是 學校的 是一個附屬單位 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我有點好奇是這樣 好 那大家想一下 然後我們再 一二波 某種意義上就是說 我們是一個同溫層 然後在一個同溫層當中 最大危險的是 很多時候 我們會把一些概念 很理所當然的 就當成一個先天預設在那邊 那有時候 不大容易把一些事情的 思考的項度 把它拉得夠堪 所以 我暫時扮演一下壞人 好 好 我嘗試去 剛剛在整個 討論過程當中 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 不是說真的犯人犯人 就是說 我說一下我自己的困惑 就是 我們不斷在談一個詞 是校園民主 那 這個校園民主的意義是什麼 它有沒有邊界 有沒有什麼樣的分寸 如果我們認為 如果我們認為 校園民主 應該是我們所理解 民主最完整的意義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在邏輯上 必須要支持投票權 下修開放到15歲 甚至12歲 因為我們 假設我們認為 校園民主上 有民主的完整的意義的時候 是不是 要先預設到說 中學生這個階段 已經有完整是有民主的意義 好 從這個點 這個問題去談下去的話 後面拉扯出來 我會想到的事情是 有一整個關於教育哲學 畢竟是哲學新書 回到哲學 教育哲學的一個光譜 我們大概可以從右邊到左邊 想像到一種很多不同的立場 可能大家比較不熟悉的是 一個我稱之為比較保守的立場 在這個比較保守的立場當中 可能就學校現在很多老一輩的這些人 他們比較追尋的大概是這種立場是 他們相信所謂的教育 適制 這個社會當中有一套 關於文明 關於文明的某種標準 關於文明的某種理想性 然後要用這個標準的理想性 去形塑下一代 所以他們相信一定程度 一定程度的 這種規訓是必要的 好 這是一種教育的哲學 另外一端的教育哲學 則是相信說 教育事實上 學生是絕對的主體 教育的環境只是去提供各種資源 然後讓學生在裡面去摸索 去看待 在兩邊其實都會談民主 但兩邊的民主的概念是不大一樣的 後者的民主概念 我們大家能想像 去強調的是說 學生的能動性 我的意志 我們大家自己來做自己決定的事情 OK 好 這強調學生能動性 可前面那一組人 他們在談自治 談民主的時候 他的理解是說 作為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的育校 也就是說一個烈性的過程 他們強調的是 在這部分當中 要學習的是負責任 尊重彼此 那如何用一種有序的一種 或者所謂法治的這些概念 這是兩個不同的 我常常發明在台灣這些年來 關於民主的爭辯 常常都是在這個概念項目裡面 來回的拉扯 持續 所以我只是想說 把這個拉開來之後 讓我們去想像到說 那樣的立場 今天來看這邊 我們在看他們那樣的人 包括我自己在內 常常也覺得他們始果不化 相當程度上他們沒有去反省到 他們的許多的堅持 只是去延續某種威權時代的秩序 可是站在他們的角度 當他們努力在抗拒我們的 這些挑戰的時候 他們也可能在打從心裡認為 他們在捍衛某一些 他們很珍惜的價值 他們在捍衛某一種 他們心目中想像的文明的標準 然後他們會認為今天朝向 我們在推的這些方向 像我自己碰過很多 比較保守派的朋友 質疑過我 攻擊過我 批評過我說 你們這樣子這樣搞的話 只是讓台灣的就是說 反正就是說 讓大家全部都被暴民 大概是這個意思 就是在他們眼中 那是一種文明標準的崩壞 他們認為說 我們所強調的這種 就是更自由更多元 在他們的眼中 那是一個文明標準 對 失去文明標準崩壞 到最後 everything goes 大家其實沒有學會責任之前 就一直在講權力 這是他們的視角 然後我自己的立場 剛剛大家也聽得比較清楚 但是我坦白上依照今天 我都沒有辦法非常地確定 我是絕對的正確 在很多事情上 我有的時候還是要去想一想 從他們的角度 他們看到的事情是什麼 那我覺得即便是 站在一個運動者的立場 能夠體會你的對手心中 到底在在乎什麼 而不只是說要去捍衛他自己的存在感 刷他的存在感 不只是說他就是那種 阿當阿碰碰碰碰這個樣子 稍微想像一下話 我覺得我們才能夠在關鍵的時候 稍微出手去安對 體貼一下他們的情緒 那那個時候可能事情 就比較容易推動得過去 好 謝謝 非常好的回應 然後我後面那邊有一個問題 那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網路FB的一個朋友 回應我的 就是針對這一次短路的試做 那我想要 就是我從他的問題 我講出來好了 就是很多的社會規範 本來就是以傳統為基礎架構 那其實我們常常在講 為什麼我們要維持服役 甚至我們要穿衣服 在無限上綱個人表現自由與方便的前提下 那些規範都沒有道理 但是社會的正常運作 有賴傳統規範 進行一定程度的約束 如果任何傳統規範 都可以用個人意志為理由 加以打破的話 那社會就會陷入無規範的迷亂狀態 那我想請問就是 針對上述 這個朋友所回應給我的這個 那 對 就是有什麼樣的想法 所以這個問題就跟剛剛博文提的對不對 對對對 那所以就是 我們也可以 嘗試的從 針對跟我們立場 比較 稍微不一致的 這種 的 朋友 他們有這些想法說 我們要怎麼去做 那些朋友 那這邊還有一問 嗯 我可以講就是 我自己是帶過 校園福利媒體 然後 校園知識組織 然後 然後 以及 後來有參與一些 就是 在旁邊看一些 校園文力總統的福利改治之間的活動 其實我覺得在 校園裡面的 民族不應該以 跟外界的民族有所不同 因為畢竟你是要培養中 一個未來 民族社會中 定義的一個 成熟的人 所以我們不應該去跟 外界有所不同 然後 其實在學校裡面 最常遇到的事情 不就是 大家是階層 詐異 然後權力不平等 以及 現在的行政 你覺得他黑巷 學校常常說 嗯 我們從前我們都有公布 有公布 他知道 校門事件 要猜 我們有公布 那學校常常會變成 他在跟你 去打分數一下 他跟你講說 我們什麼時候要 要拆門 大學 你問他確定時間 他說 這個有 沒有什麼招標 或怎樣怎樣 各種原因 他說說 所以不確定 然後他有時候跟你講確定的時候 結果你就發現 他在假當中 你被騙了 甚至說 嗯 學校會公布的地方 在一個非常不明顯的地方 他比如說他公開學校網站 對吧 然後可能問你是 一眾學人幾乎沒有人 我看那個學校網站 所以他根本有公布 跟沒公布一樣 然後在校務會一種 就學生代表 學生代表失禮 代意識失禮 的狀況其實很嚴重 不是只有在校務會 其實在一種的 學生知識架構裡面 也是非常嚴重的狀況 所以就是 我們 比如說 學生會長跟學生議長去開會 他有收到同學 然後他去開會之後 他沒有確實 學生會長跟學生議會 議會的議長 就是因為每個學校 其實我們學校的議長 就是每個學校的資質環境 其實不太一樣 就是我覺得 最近要建立一個 一個比較標準的東西 去確定 不然的話 其實每個學校 猜一些全知識 體制的體質 猜疑非常的大 對 就是其實在校務會一種 我們大家知道說 投票沒有 都沒辦法代表 就是沒辦法去抵過 老師 那個學術的比例 那我們目前的話 就是希望說 學生會 他的那個 議長的話 他去開會 可以把一點資訊 去帶回來 但是 他沒辦法確實的帶回來 這是一個 所以 就是回到我剛剛講說 那個學生會 或者是 學生組織 有沒有確實的辦法 去代表學生意見 現在還只是 學校行政等 附屬的 三位團 甚至有時候 學生會的 開會通知 當天收到 都沒有要去開會 他就中午不在 那邊要去開會 可是又剛好這樣 對 這是很大的問題 然後我其實要有 台東一種 以台東一種 我們學生是熱架工 基本上我們學生會 是消學聯會 然後 我們學生會 前幾年 原本的時候是 附屬在訓譯組下面 可是幾幾年 被移到聖譯組下面 對 然後我們有分為 學生會下面有 學生會 學生會 憶委委會 然後 基本上學生會 在傳承上面 有很大的困難 就是 你每一屆的狀況 是差別非常大的 就是我們選舉 然後我們投票率 大概 每年狀況不一樣 然後在去年 今年選舉的時候 幾幾30% 對 然後 每個學校的 投票狀況也很不一樣 因為我們 剛剛有講到 校園普選 有的學校 9% 8% 學校裡面 學校有 譬如說 水盤考票的學校給獎勵 他接近99% 100% 對 這就是非常奇怪的句 然後 在 學生會的傳承 困難點是因為 我們 高中只有三年 然後 當幹部是二年級 然後三年級的人 不一定會回去 有可能回去 學生炸掉 然後只把炸掉 或者是你別辦法 給學生抖頭 這是 在 我認為在校園民族的發展 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就是你沒辦法去 因為你沒辦法去知道說 你決定到底做得怎麼樣 或是 決定說 可能是比較接近於 活動派 假的 這假設 對 所以這個算是從 實務經驗來談 他們面對 校園民族的困境 好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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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鐘到 有 什麼10分鐘 沒有啦 國公10分鐘 其實因為 有嚴重的 待遇40年問題 我剛剛有講 待遇40年 他有講 我會辦一期選舉 然後請說張國健要搞 一個區域選舉 然後就不知道 有這個體質 然後我們基本上認為說 一個學校裡面 學生是中型分配的 對 所以說 其實在學校裡面 最缺乏的是 狗狗 因為常常見到的是 學生跟學生在 互相對立 而不是直接跟校防 就是校防朋友 把球都回來了 所以說 其實不管在怎麼樣的方向 我們先讓他們回應 因為我知道你有好多的 這個實務經驗 這個實務經驗非常豐富 這邊還有一位 是你 好 沒關係 你們先回應 我再問我 我想要回應 好 你有什麼 我想要回應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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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 並不會因為民主 而失序 秩序這件事情 不管是在民主 還是另外一個極端 就是兩個極端 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民主並不會影響秩序 就是說 但是秩序要怎麼形成 這件事情 其實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通常在帶小孩的過程當中 假設以我們自己的教室的狀況而言 第一個 第一個老師進到教室 第一堂課就是 除了認識大家之外 就先跟孩子 共同討論一個上課的方式規定 那這個規定是大家都覺得 有這個規定 我會比較容易停課 或是老師也比較容易上課 那對大家來說都是一個好的規定 所以並不是說有了民主之後 我就會整個時序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誤警 就是說其實 那我們在帶孩子的過程當中 其實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 為什麼我們希望校園學生可以民主 一個重要的概念在於 孩子如何從 我們很小的孩子 大部分都是大人命令他 你要有什麼樣子的執行 我們幫他安排好 但是其實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 他今天要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他得要能夠幫自己做主 所以他要學習如何從他慮 就是別人規定他 變成他能夠自慮 那這件事情就是教育的工作者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每一個個體 每一個孩子都可以藉由他慮 別人去壓制跟要求 你一定要怎麼做 變成我自己願意怎麼做 那是一個教育的工作者 一件非常重要的概念 所以其實我要剛剛要回應的是 那一些擔憂其實是一種誤解 因為整個社會本來就需要一種秩序 不然的話有偷有搶還得了 大家會有不安全感 其實有一個安全的氛圍 是每一個人都需要 不管我們今天是不是 不管是藍還是綠還是 我是什麼樣子的理念或是信仰 每一個人都是需要一個一定的規律 但是這個規律怎麼來 那個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先請今天三位 來 多謝 我們先感謝佳凱樂 發表 我應該不用回應吧 沒什麼好秘密 他講得很清楚 他講得很清楚 可是就是 因為女中的全權是單一 他們是雙項 他們是議會跟學生會 他們只有單一 就是他們還有一種互相見證 跟我們沒有 我們只有這件事 然後在後面 那針對剛剛博文的 還有那個 那一位有說到傳統的部分 就是 有沒有想過就是 其實我們都是在傳統的教育觀眾長大的 為什麼我們所有的商務不一樣 其實我 我只要我自己好了 我國小跟國中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 我的信仰是中華民國 就是我覺得那是國家 甚至我支持華族 可是我之後 我比較高中了之後 或是五國三國 我就開始覺得 為什麼我們是中華民國 他的建國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我開始進去找資料 然後發現 天啊我們課文教的根本就是 課文教的就是 他想要灌輸 那我們在被灌輸的頭 我們到底有沒有可能去另外一個方向去思考這件事 像傳統的認識 我們來說好了 就我們是女中 我們通常會說要關裝優雅 可是我們今天女中交易出來 我們是要去當貴夫人 還是當官太太嗎 我們應該是要 讓我們自己鼓勵變成一個 社會的女性領導者 而不是就是你所謂的傳統 然後我們就不要讀書啊 你讀書在那邊讀書幹嘛 就是我們在家繡花 你聽不懂嗎 就是傳統 有一些太不違的傳統 就是需要被突破的 而不是說我們最近傳統 那我們裹小腳 我們幹嘛天然組 這是非常不合理的 就是像是 董褲這件事好了 很多人說董褲不斷狀 可是其實校園內 是有男教師穿著董褲上課的 那差不多一個正式的場合 那老師可以穿著董褲或者是便服上課 可是學生要穿著制服或者是運動服 那合理嗎 然後很多人是很喜歡用什麼 啊你今天去銀行上班 你也要穿制服 可是今天被國家聘的 是老師跟學生 然後我們是學生 就是那容易犯罪是所謂的大人吧 那是他們要穿衣服 為什麼是我們要穿制服 我們是你懂嗎 就是一個國小生進出校 他穿著制服的威脅性 跟一個老師好像感覺是老師的人 就是我們那時候 我們有 我們是廁所辦 我們有一個教授 他是社會學教授 他就覺得說 我今天帶著安全帽 我騎摩托進來 我跟警衛師嗨 然後我就進去了 那時候正解事情剛剛發生 我們在做專題討論 然後他就說 那如果今天 我其實根本就不是所謂的教授 我是一個想要進來 對女生怎樣的人 我一定要跟警衛師嗨 然後我跟他進去了 那一個小朋友拿著他的水壺進去 跟一個 對你嗨的一個大人 戴著安全帽什麼 全部只有蓋住進去 哪個威脅比較大 但是大人吧 這為什麼是 學生被規範 不是大人被規範 這其實是非常 需要被突破的一個問題 跟方便 因為很多外國國家就是 教師穿著制服 跟帶視野證 而不是學生需要被規範 然後至於剛剛的部分 就是 就是 站在他們的角度思考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件 我們可以想 可是 就是你懂 可是你 不能理解的事情 就是 因為其實你 可能跟他受過差不多的 背景跟教育上來 所以其實 就算是我們現在的 同一屆的學生 我們在做討論休息 就有這種情況是 我們是一樣的資源上 差不多的資源上來的 可是我們的想法差很多 我不懂他為什麼這樣想 就是我懂為什麼同學會唱國歌 因為他們覺得那是國歌 可是他們 在 知道那是黨歌的時候 他們並不會去接受 可是因為你接受 就是 天啊那原來是黨歌 然後國父是中常會拍手通過的 我根本是拍手 就是 然後你 你一開始覺得 天啊我不要跟他進 可是你同學並不知 他會覺得 你是暴力 你幹嘛不要尊敬國家 是不是 所以其實 就是可以 可以懂 但是不能理解 謝謝 對 謝謝 我想要跟對傳統那個 價值觀那點給我看一下 就是 可能可以請你的同學想想看 就是 其實傳統也是一套價值觀 就是 那套價值觀也變成傳統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新的價值觀 沒有辦法變成 就是我們遵循的東西呢 就是可能在突破的時候 會有一點不適感 可能會覺得 這樣做好像有一點失去或是不安 但是 也是那樣 也是從歷史的 就是一直演變過來 才是今天的那套價值觀 所以 我覺得是不要害怕突破 對 就是 那個 這種東西是一直在演變 對 就是說現在的東西 以後可能會變成傳統 對 就是說你現在可能覺得不正常的 以後會變成覺得就是正常的 然後關於那個 就是不同立場的問題 就是其實我在高三之後 就是看許多很多 這種奇怪的事情發生之後 我也一直在想 就是 就是我們 有自己的理念沒有錯 但是 我們 想要達到的目的是 改變這個不合理 然後我在改變這個不合理的時候 我是要用衝撞的方式 但是 衝撞的時候 可不可以那麼一點點的溫柔 讓 學校的人覺得 喔我不那麼痛 我想要拚拚看你到底說什麼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這樣的誠意 但是我覺得 身為行動者可以相反看這個問題 對吧 然後時間需要一點勇氣 因為時間還有 想法上的轉變 不過我們常 我也想要提醒一下 就是說我們常常會 就是剛剛提到 比較傳統的 或者是 有另外一個 不同意見相反 通常也會責怪說 衝撞者 那 可是我也想要提醒大家說 我們這個社會上 扮演衝撞的人 有小事 就是說 大部分就是因為他的資源少 或者是說 相對來講 弱勢的人 所以他沒有 比如說他們是學生 能掌握的資源少 所以他能掌握資源少的情況之下 他必須選擇的手段 就相對有限 所以 那我最後活力展示的方式 就是當然用那個 報名的方式來 不然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我會比較 基於這個同情這一方面的例子 就是說 資源這麼稀少 他又必須要做出行動的時候 他可能當然要 必須採取比較 學校看起來是激烈 我不覺得是激烈 但是 但是 可能學校已經覺得很難適應這種狀況 會脫褲子啊 什麼的 那 脫裙子啊 就是說 可能學校會覺得說 這個 這個 比較激烈這種抗爭 可是 我們必須要從抗爭者的角度 也去想說 這個 在資源的 不對等 不對等的狀況之下 一個是拿飛彈 你就只有步槍可以打 所以他可能要收集更多的步槍來打 這大概是這個概念 謝謝 我試著理解Ever的角度 我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講 就是 其實 如果 聽起來好像你覺得 我們可以對 我們想要上升對象 多一點理解 是不是這樣 不見得是你們 而是做 自己的 audience 因為每個人有不同位置 所以行動者 我覺得有的時候 其實我 我覺得要理清一點 我覺得手感有的真的要夠霹靂 然後你要對他 那時候要懷柔的時候 他才能動過遊戲 對 所以我不曉得 我的意思是說 有時候其實真的是 要看 你作為一個行動者 你對自己也認識 當然在這位置 對 你到底選擇 要採取什麼樣的行動角色 跟位置 其實某種程度 我們在做運動 做抗爭 很多時候你回來問自己 你做這件事情 是真的是你自己 出你自己的意願嗎 還是因為大家 他就會就會照 然後當你發現 平常也許大家都很好的朋友 某一天 因為這樣的一個事件 你想好好揭發一些 不公不義的事情 就是你可能 要撕戀你跟他的關係 你可能要挑戰他的價值觀 你可能從此就各奔前程 你不會不再相見 對不對 就這時候其實對你來講 這是真的是一個 比較讓你會覺得很困難的 一個立體 那另外一部分是說 相對於學生來講就是師長 這是一個在學生自治或是學生運動當中 其實常常出現的一個議題 那我自己是覺得說 就資源跟權力關係來說 學生本來就很難理解 師長他們要用這樣的方式來打壓他們 或是希望能夠擬平 或是太平 或是甚至不處理 或被動的處理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是說 我倒會認為說 學生可以去勇敢的去挑戰 師長的一些想法或價值觀 但是師長本身 他自己有沒有辦法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去理解學生呢 所以我剛剛一直在講的就是 這些高級中文教育法的法令 那就是個邊界 提供大家一個武器跟邊就是說 好其實這個都是多少年來 多少人抗爭之後 去拉別人立法委員 才把他放進來 去框架出來一個學生權力的架構 一個初步的藍圖的框框而已 我們接下來在做的事情 在透過這些審議之後 是要將來希望能夠 能在教育基本法裡面 還是在這個中等教育法裡面 有一個學生權力專長 就是在在您剛剛講的 包括從發動這個事情 你有什麼權力 你的學生代表比例 包括怎麼組成 然後學校怎麼協助 包括這裡 不會只有談學生的角色 包括老師 還有包括學校 跟教育行政當院 他被賦予的權力 必須要去做 去開闢這個平台 必須要讓大家可以在 平等的站在這個平台上面 去做溝通 我覺得只有這樣 到大家越趨近全一個平等的時候 你才有可能 有所謂的 互相理解的可能性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 我過去我們跟很多的 不同的公民團體 常常去挑戰蘋果日報 我們一直不斷在 報社區抗議抗爭 包括動新聞 就是因為有在很激烈的抗爭之後 終於那個蘋果日報 那時候是為了 他們要禁動新聞之後 所以蘋果日報的那個 肥老儀啊 林志茵 他就百思不得其解 他覺得 動新聞是一個全世界 超有創意的一個創舉 沒有錯 這是他的創舉 也是全世界的 的確 他如果用在科普知識 或是薪資上 是非常非常好的 他要用在什麼 就是這些我們講的虐待 犯罪啊 社會新聞的事件上面 他有很多這個 新聞倫理 跟社會倫理的問題 所以他如果 他就跟我們建立 然後聽我們 到底為什麼 我覺得這樣動新聞 會造成侵害 弱失者人權 他才終於搞懂 所以他才同意接受 我們的立場 就是定級跟他談 跟他們的一級主管溝通 到底新聞上面的呈現 怎麼樣能夠 不去侵害言論自由 尊重新聞專業 也回歸新聞專業 但最重要的是 不要去侵害所謂的 弱失者的基本人權 所以我們這幾年 就一直在溝通努力 那就是非常緩慢的進步 但是因為我們可以 和平的坐下來 互相的去對話跟討論 才有可能取得 互相理解的可能性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學生們同學們 你們在這邊做很多事情 三年就會過去 三年就過去 我想很多師長們 他們也是等著你們 就三年就過去 這是心態 要是我也會啦 嘿 所以這個是 要他們 要你們能夠 同理他們 我覺得是不太可能 可是你們可以 透過我們 越來越多人 要把社會的民主 這個部分 進入上你們的時候 已經開闢了一些邊界 讓你們可以在上面 做更多的一些 權力的推動 權力的把關的時候 你們要讓這些師長們 他們越能夠跟你們坐下來 好好地取得一個平衡一點 去互相理解 我覺得這樣才有空間 所以我就一直 今天是覺得說 希望給這些同學們 加油打氣 那也讓你知道說 其實現在已經有很多的工具 是可以做為你的後盾 不像以前我們就是講的 就像談話一切 就不會再有延續性 也沒有媒體會關係 但簡單回應到這裡 好 謝謝他們三位的 精采的分享和回應 我想這個時間上 已經說得蠻久的 你們在這邊太精采了 然後時間上有一點點累到 那我可能要在這邊 先稍微把我們今天活動做一個結束 那其實我們 我覺得最後我想做一些結語 就是說做一些總結 我覺得說可能 今天我們不管是 嘗試從一個行動者的立場 或是說去看待跟我們不一樣的立場 我覺得絕對不要放棄去溝通跟對話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學生 那學校這邊 可能也許你 從你學生的角度看是蠻慘的 或是說你無法去理解 那你從行動的過程看 你也會覺得說 啊我很快 我三年的中學就畢業了 那怎麼辦 那我覺得說 其實就我自己 我也是從一個人區有工作者的立場 在所有的運動當中 都在筆氣長 常常我們面對的一個法案的一個不公 或一些改革的一些問題 他其實就需要經歷很長的時間 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在統治運動 都是在 我們如果談輸贏 我們是在站在輸的那一方 可能我們做了實踐 要求改革 只會有一鍵 大概就是控制率 可是 就是沒有辦法 因為要筆氣長 然後這個筆氣長的過程 其實就是透過不斷的溝通 然後討論 那比如說像我們這樣一個場合 我們可以多跟我們 去找夥伴 找夥伴 找子彈 那這樣子我覺得 可能會對 從事一個行動者的角度 會比較稍微有幫助 那 今天活動先到這邊 那下個禮拜我們會邀請到 呃 我們下禮拜要談那個 台灣40年代的故事 會有一位文史工作者 叫陳婉珍 可能大部分人沒聽過 那你如果有一點年紀 陳婉珍過去是 黨外實行貼名單的人 他是真正當過的那個汽油蛋 然後 蛤 對也是當過立委 然後當過南投縣的社會局長 彰化的新聞局長都當過 那 他從政治的領域 他現在目前都從事文史工作 口述歷史的訪談 那 他訪談的很多的勤勞 是有關40年代 呃 尤其40年代我們是 1940到1950 其實剛好是一個台灣過渡的時期 從日本的殖民 到中國國民黨的這個 政府的期間 那在這個轉接的過程裡面 台灣人 發生了哪些故事 可能我們不是很清楚 那所以他下禮拜會來分享一些 他從事一些口述歷史訪談的一些經驗 還有 呃 告訴大家一些40年代的一些故事 那 歡迎大家下禮拜五 同一個時間 有興趣來哲學新聞 來一起來 啊 討論分享這樣 那我們今天五動前到這邊 那 歡迎各位下禮拜有空再來 好 那謝謝大家 再次感謝他們三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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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谢谢大家